明明就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墾丁这个海域却有教练带着一群游客下水准备浮浅 另一头还有一群小朋友也泡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 原来这是最近爆红的秘境墾丁小巴厘岛 游客常去的南湾小湾和白沙湾 通通插上红旗拉起封锁线不准游客下水 但秘境没人管成了潜水客和游客 台风天冒险玩水的热门景点 因为我们只是在这边训练而已 因为那个海水这样子会带出去 所以就是在这边会比较安全 看那个浪 如果你到那个区块区 它会帮你带出去 浪花拍打娇岩激起一米高的大浪 就连潜水客也觉得好危险 但不甘心假期被打乱 这对夫妻在沙滩上搭起帐篷 爸爸甚至带着儿子穿着泳裤 手拿救生圈一度想下水游泳 肯管处说没有列管的海域 游客下水不算违法 但会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劝导 不过台风天比较安全的玩法 则是留在饭店玩室内设施 饭店人员强调 目前还没有出现退防潮 预估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 才会有一到两成的游客取消订防 只是台风来势汹汹 不但打乱了很多游客的出游计划 业者期待暑假带来的商机也全被扰乱 记者张春华包经营屏东报导